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帮你的粉丝走法律途径 一切合法途径去走 就是敬佩 值得敬佩大哥 如果你私设公堂自己出去走 能牛逼你就把这人摆平 到最后还是添乱 添了一大堆乱 自己名气长完了以后 添完乱了以后 还得是 还得是让相关部门来给你摆平 我还得走法律程序 你在这个国家生存 必须认定法律就是吃 法律就是你一切行为的吃 不认为这个 做啥都不对 别说了 再还个两分钟 不抬的话 应该就是放过我了 胆有点小 说白了 大头鹰的互联网上 我实话直说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就怕扣我健康分 大头大头 来你说吧 我是那个铁头这边 就是当时他来我们公司打假 然后我是当时在现场的 这可不能乱说 我没有乱说 我全部都有那个证据的 我工作证啊什么 都可以给你看 好那你讲讲 然后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个直播公司 也是跟董经营合作的 然后我就差这一分就满分 我就差这一分就满分了 你说吧 然后我是那个 杭州应该挺大的吧 叫遥望科技 遥望那个公司 然后当时他是来我们商场这边 我心里很小吗 稍微有点小 能大点是最好 我这边挑不了 我好像是网站 然后他当时是来我们这边楼下 然后就是他直接进门 然后就直播 然后大声喊着要打假 然后当时保安就是劝他 跟他说 就是你不要在这里喊了 因为我们是一个商 当时我们那边是一个商场 然后他直接进来这样喊 对顾客什么都有影响 当时我们又举办活动 然后他当时就直接大声的喊 你们要对我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保安就是不是要把请他出去 然后人比较靠近了一点 当时我们都有很多角度拍照的 手都没有碰到他 也没有推他 然后他人往身上一靠 就直接倒在地上 然后他躺在地上就开始刷赖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面大家都不理他了 然后他就站起身来走了 走到外面 外面当时我们是有一个 亲爱的主播在那边直播的 然后名气挺大的 然后他在那边直播 然后铁头就走过去 在那边大喊说 啊你们都是骗人啊 有望过去都是骗人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当时很多群众也在吧 当时都是来看他的 好像是当时是护子吧 还是谁 我也忘了 然后那个他就一直在那边喊 然后叫户外发 当时是这一个主播 然后那个 就说卖的东西都是骗人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很多群众都在 然后影响也很不好 反正他这个人 当时我们对我 就是在我们这边 印象都是这样的 后面警察就过来了 就警察出去了 嗯 符合我的认知 符合我的刻板印象 对 因为我是当事人 然后那个全程 包括他进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嗯 然后因为我是认识他 我知道他 然后我就下去看着 到底什么事 然后整一个流程 大概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吧 嗯 就这样一个流程 好 好 就 第三方发表 嗯 谨慎参考啊 谨慎参考 不全信 不全不信 还是那句话嘛 你去了以后 你能代替法律吗 不能代替的话 你有什么权利 几个点 我其实他这上上下下的吧 打断打断节奏 我几个点 我已经几个点呢 我就是一直都想说 第一个点 就是 呃 为什么 在这个 证据确凿的时候 不找相关部门 而是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而且 我感觉 不端着直播 也得是带着设备 对吧 你美其名曰 记录素材 到最后 我感觉 那就是 头上掌手机 一个道理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 对错 如果摆在你面前 很清 很清醒的时候 就摆在你面前 对跟错 如果很清醒的时候 摆在你面前了 然后你是依照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个 规则去干这个事的 对吧 你怎么认定你的人 你的消费者跟你说的 这个是 真话 你怎么认证 这个消费者没有骗你 对吧 然后你又是怎么依据 什么去判断 他现在就该赔的 我认为应该是法律吧 对不对 那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拿着法律做武器 拿着流量做裹挟 然后拿着臭无赖 这一处去处理 需要你吗 需要你吗 如果需要的话 那这些部门全下岗 你来处理 你配吗 对吧 对吧 你还是要相信 相信 你还是要相信这个 法律部门的 你还是要相信法律部门的 刚才这个最小的那啥 说说会不会是造言 或咋地的 实名制 不露名 实名制 是吧 没必要再讨论人家这个事了 我觉得没必要讨论人家的事 好吧 我觉得互联网给任何一个人 我是说任何一个 网红也好 自媒体也罢 给任何一个处理 都是合理的 截止到现在 不存在任何人是冤枉的 你今天的结果 配得上你的认知 我还以为大哥是明知道 然后把这个风烧大了 看来是不知道 但不知道不代表没有错 对吧 我以为大哥应该是属于 心里面是没人清的 对吧 可能走过了 踩过了 有所收敛也好 怎么着也罢 看来不是明知道 而且存在很大问题 确实不得不说高看了 高看见了 甚至 我说个个人见解 不但不引导任何人的 我说个个人见解 前脚被封禁 后脚是否是通过 上人门口去尿尿这个行为 拉眼球 我要打个问号 好吧 好吧 我就打个问号 来吧 有没有了 三点十八了 没有不行拉倒吧 你们自己是人者见人 知子见智吧 网络取材 网络舆论 自己那啥 自己谨慎辩驳 如果你没有人觉得 还是那句话 生托哥 你不用那啥 不用那啥 你这是几集海洛化身 要推灯牌是吧 应该你啊 是要推灯牌吗 不是啊 不是干啥呀 是这样的 管理员拉我上来的 其实你们都有误会 他那个铁头 我是一直看他直播的 他比如说 那刚才那人说的 给你一个例子 不是你不用举例子 刚才那人说的 不是 哥们你听我说 刚才那人说的 存不存在那种事 我没看到过 所以你认为是不存在的 他是这样的 他一般到商场去打架 他是打那种 就是金香玉那种骗局的 对对对 我还是那句话 不至于出发点 我只是问你 你有什么执法权 他没有 他没有执法 他是这样的 他先假装顾客 去采集了证据 然后找到那个 相关的执法部门 他没有通过自己的手段 去做那些事情 躺地上这种事 有没有发生 躺地上我真的没看见 这是我说实话 我一直都是 所以你这样 你能叫这个名 说白了也得是我的铁粉 对吧 对对 我就问你 那如果换成我 刚才他们说的事 我们听不听 我 我请愿听你的 我装没听见吧 你就告诉我 现在你是我 我听不听 还是一定要把视频 摆在面前才行 我肯定 肯定看事实吧 对吧 那咱们看事实的话 就是假如没有发生过 撒泼打滚 装大 装社会大哥 跨过 跨过这个 这个司法机构 然后直接去跟人谈 结果这事 没有这事 就相信他是正确 如果有这事 就跟 就相信我说的 对对对 那你去 那你去求证 那你去求证 嗯 好的 好吧 你去求证 你要退随时让你退 好吧 我不退 我退 你别 你别 我不希望任何 我不希望任何粉丝 妥协给我 你应该明白我性格 好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去吧 好的 我不希望任何 我不希望任何粉丝 说妥协 算了没必要跟大头人讲 他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不大 我这人就这么较直 好吧 真有的话别勉强 好不好 真有的话别勉强 我相信会有 但你说非得让我拧个视频 我拧不出来 我觉得说这合理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 我说实话 在跟你们说这之前 我还不知道这事 嗯 我还不知道这事 我还是那句话 有事先找相关部门处理 不处理 你再出面 我认为你是英雄 直接出面 盖死 行吗 可能是P1的图 或者用官方话说 老领导一般都会这么说 目的是正确的 手段 欠托 好吧 感谢张三的大火箭 不打野了 没心情 没心情打野 缓一会儿 稍缓一会儿 平复一下心情 这个东西吧 要是演的就能积放积首 要不是演的 把它就得平复一会儿 因为现在我心里面 你们要懂双子座 心里面在疯狂的 还在对话 还在说那些会扣健康分的话 我很诚实吧 我心里面在不停的就是 爆出那个会扣健康分的声音 所以稍微稍微平复一会儿 毕竟咱们是主播 不能说脏话 没必要捶了 不用再发这些图了 你们不用再发这些图了 没必要捶 我觉得如果连法律 都能给一个人重新再来的机会 我们没必要扒人家的底子 对吧 他如果在服役期间 对吧 再跑出来了 那咱们可以追究 如果法律都给一个人重新 回头的这个机会了 你们就不要扒人家 说过去有什么历史 没有意义 好吧 说好听浪子回头金不换 说不好听的 不高兴你能咋的 合理吧 感谢基卡斯的炮车 是吧 所以说没必要扒人家以前的底 论计不论心 论心不论计吧 对不对 论心不论计 就是这 但是这个事干的还是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社会大哥这一处 没必要 不好 论心不论 St��